凌晨四點多 白衣男被多名男子團團包圍 示意要他上車 男子看起來很不情願 半推半救之下才坐上車 沒想到就被一路 載往新北市三隻持棍棒筒喔 真的嗎 好啦 好 他們來這邊 整個背部滿瘀傷 幾乎沒有一處幸免 就連頭也被打破 縫了五針以上 被害人控訴 這回慘遭惡煞痛喔 指使者就是自己前妻 就是一些離婚後的 一些糾紛就對了 後面我被 就被從這邊打完之後 就被人家帶去 帶去到三隻的山區 原來被害人朋友 和前妻友人間 因為亂傳醜照產生糾紛 雙方相約在住家談判 好巧不巧 當時被害人 正巧到朋友家聊天 卻被前妻發現 公親便釋主 當場被鎖討了五千元擅養費 雙方一言不合 理性被害人 當場被前妻友人痛喔 隨後再被擄到三隻 一處公墓旁 持西瓜刀及球棒攻擊 最後被丟包到醫院 遍體淋傷 嚇死了啊 他刀子 棍子都往我們這裡 我朋友要躲也躲不掉 他們那時候來還叫囂說 不滿 不滿可以來找他們這樣 就說我淡水名人會的 不滿可以來找我這樣 轄區發生鲁人案件 警方不敢大意 案發後四小時 就將六名嫌犯逮捕到案 警方發現這群惡煞中 竟然有多名未成年少年 涉嫌教唆的前妻 也僅僅24歲 年紀輕輕 逞胸逗狠 為了區區五千元 就將人打到重傷 這下不僅背上前科 也讓夫妻緣分斷得透徹 現在新聞 郭語松有淘汰